最近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在新店玉山路与木柵老泉里交界处 也有一个赏银秘境 叫做藤龙玉樱 这里种植了相当多种类的樱花 最近昭和樱正在盛开 虽然藤龙玉樱是一处私人农场 但是农场主人大方的免费开放给民众赏花 粉红樱花开满之头让人为之惊艳 位在新店与木柵交界处的藤龙玉樱 园区里头的昭和樱最近正在盛开 一大片樱花林春暖花开 放眼望去粉红一片相当吸睛 因此就算是平日时间 也吸引了相当多民众前来赏花 你是从哪边来这边赏樱 中和 为什么知道这边有樱花 同事介绍我们今天退休的同事结伴一起来 觉得这边的樱花开得怎么样 好棒啊 而且是私人的 这个私人的那个老板好大方哦 让我们享受这个樱花的美 藤龙玉樱是一处私人农场 大方的主人免费开放给民众参观 园区占地相当广阔 更种植了不少种类的樱花 从一月份开始包括了山樱花 吉野樱富士樱等陆续绽放 最近则是昭和音盛开时节 绿色林木间有着粉红樱花花还点缀 美不生收 让前来欣赏美景的民众直呼 好美好漂亮 而这里的樱花在不同时期 有着不同种类的樱花影兵 展现了多样风情 而且除了赏樱 藤龙玉樱也是远眺台北市风景 与渐行踏青的好去处 随着春天到来 大家不妨到此一游 闪花拍照远离乘销与疫情 记者声明这门期 新店采访报道